行 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Juphia Lab这个东西 Juphia Lab这个是 Juphia Notebook它的一个新的版本 对吧 新的一个版本 它会有一些新的特性 新的一些特性 然后可能在性能上和一些 会有一些性能上会有些提升 然后其他的是它还增加了一些 collaboration 或者是增加了一些 Juphia Notebook原来没有的一些功能 然后Juphia Notebook在之前的话 更像是一个稍微有点简单的一个笔记本 或者是一个python 或者是其他一些数据科学开放的环境 然后Juphia Lab在基于Juphia Notebook 这么多年的使用和一些调整之后 他们把也就是Anacana这个公司 把Juphia Lab这个东西 把Juphia Notebook这个东西更上一层 然后就开发出了Juphia Lab这个东西 然后它会更加的像一个ide对吧 就是像咱们的一个集成的一个开发环境 更加的功能更加的完善 更加完善 然后并且还继承了Juphia Notebook 在网页中的一些优势 就是打开什么一些 就是它的速度和兼容性都很好 那么在正是说Juphia Lab之前 咱们稍微给大家 因为Juphia Lab它大部分 feature 还是大部分它的功能 还是在Juphia Notebook的基础之上 然后Juphia Notebook主要就是一些交互式的环境 然后简单给大家捋一下他们的一些关系 对吧 捋一下什么关系 然后他们Juphia Juphia这个project是Anacana 这个公司搞的 对吧 然后Anacana对于数据科学家来说 他们自己宣传 就是The Most Popular Python Data Science Platform 对吧 就是很多或者是大部分数据科学 数据科学家在做数据科学的一些工作 或者是在做一些探索的时候 通常会使用Anacana这个环境 然后因为Anacana这个环境 在你安装了它之后 它会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 无论是环境管理 然后或者是工具包的一些安装 然后工具包的一些集成 都会有一个 对于数据科学家非常顺手的一些东西 然后比如说这里可以简单的 你们看一下 付出一个 这个东西对吧 这个东西在东西下完了之后 你可以使用Conda 比如说看一下环境的一个 这个list 然后同学可以看到这里我大概是有这些环境 比如说base 安装完了之后 它就会给你一个什么base的一个环境 对吧 然后在你去创建一些其他的环境之后 在不同的环境中你可以去通过这个东西去管理你不同的工具包 在做不同的项目的时候 可以去建立工具包 然后通过Conda 建立一些环境 然后去管理你不同的这种工作流程 然后在环境中还可以去通过Conda去install一些东西 比如说Conda可以install一个numpy 对吧 因为我这里安装了 所以就给大家展示安装的过程了 然后numpy sipy 这些咱们都是data scientists在工作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个东西 对吧 然后安德康大是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安德康大里面最开始是有一个ipython 这个东西对吧 它是所谓的interactive computing ipython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叫一个叫interactive python 它是一个command shell 你可以在ipython这个环境中和python做出一些交互式的一些实时的反馈 比如说咱们在terminal里面输入一个python 那么现在咱们就进入到了一个这样的东西 比如说咱们print一个 可以看到在下面就会有一个哈哈 然后a等于1加2 a就会告诉你3 所以这样的话是一个交互式的一个编程的环境 然后ipython它里面可以使用 当然可以使用正常的像python一样使用很多工具 对吧 但是ipython有它的一些局限性 就比如说咱们在terminal里面 虽然是打开这个terminal窗口进入了这个python的环境 但是比如说同学可以看到没有一些正常的ide的 比如说我要缩进 比如说写一个 它没有一些正常的一些缩进 你要去手工的打type 然后没有一些语法的高量等等 一些咱们比较希望在常规id里面出现的一些东西 对吧 那么进而在ipad3的基础上 咱们就有到了Jupyter这个东西 Jupyter Notebook这个东西 那么Jupyter Notebook就是会有一些很好的一些feature 它里面就更加的就是像就更有一些ID的感觉 开发环境的一些感觉 它会给你增加很多 咱们常规在写代码的时候会有一些 比如说在你打一个括号的时候 它后面就会自动生成一个括号补权 然后在你写代码的时候 它会给你提示一些自动的联想 自动联想的一些东西 然后同时Jupyter Notebook因为咱们都知道 在做数据科学的数据分析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看一下数据 然后所以在咱们用Jupyter Note 比如说咱们用Pandas里面打开一个CSV文件 然后咱们再简单的用一个head或者tail的命令 或者简单的一个df 就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数据 大概有哪些 然后并且同学可以看到在这个图像上面 这个Jupyter还可以和Metlab Metplotlib这个东西 马上就可以把咱们的数据进行一些可视化 然后同学们都知道在数据可视化呢 也是咱们数据分析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对吧 然后咱们这个数据可视化中的图片 可以直接就显示在Jupyter Notebook里面 所以Jupyter Notebook是在Anaconda这个环境中 就是对咱们做数据科学数据分析 然后建模的一些工作的时候一个很好的工具 然后它是有一些这个它主打的是一个 所谓交互式的一个反应 咱们都知道Python它的这个写完了之后呢 它是一个所谓的解释性语言 并且它可以不需要去提前定义一些变量 所以它的写作是非常灵活 刚才咱们也看到了 比如说我直接写一个A A等于1 然后它就直接会把这个1来打印出来 那么在这个Jupyter Notebook中呢 咱们可能直接写一个123 然后或者是对数据有一些操作 它可以也可以直接实时的 就像每一个cell中就这样给咱们展示出来 所以这个对于数据科学家 我在每一步对数据做一些分析 然后去看一下数据有什么改变的话 也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操作环境操作模式 而不像比如说咱们知道 比如说用sublime text 或者其他的一些就是那种传统的coding editor 比如说visual studio code的这种 在那里面 比如说咱们需要写大量code 最终还是要用terminal Python去运行写的大量的code 对吧 咱们不能很好的每一步都得到一个实时的反馈 这样是 然后但是Jupyter Notebook就会给咱们提供这样一个机会 就是每一步咱们的写作 对数据的一个操作都会得到一个实时的反馈 那么在Jupyter Notebook这个基础上 就是有了Jupyter Lab 更加更进一步的一个集成环境 也是作为projectJupyter这个东西的一个下一步 对吧下一步 然后本身Jupyter这个项目也是准备渐渐的去完善Jupyter Lab 然后从而让Jupyter Lab去取代之前的Jupyter Notebook 但是Jupyter Lab现在应该是已经发布了1.0版本 对吧他现在已经说Ready for users对吧 但是目前它还是在一步一步的完善中 然后有的时候同学如果去尝试去使用的话 可能还会有一些小bug对吧 然后所以它还是逐步的去完善 但是同学可以看到它的Feature也是非常丰富 然后那么增加了这么多丰富的Feature之后 从而可以更加的去让数据分析如虎添翼 比如说非常明显的一个就是它这里面包括了一个地图数据的一个展示 对吧地图数据的展示 然后还有一些它对于Markdown的一些preview 然后还有一些对于JSON或者CSV文件的打开 然后它都是非常的快速 之前他们官方的视频官方的人员说 他们打开CSV的速度甚至比Excel还要快 对吧 所以它会有一些他们宣传的一些非常厉害的版本 对吧 然后现在它是已经release的1.0版本 但是同学们咱们都知道这个1.0版本通常只不过是一个刚开始的一个就是可用的一个版本 对吧 那么随着它版本的连带升级 慢慢的这些bug或者说使用的话会更加的方便 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官方的一个介绍对吧 然后这个是因为Jupyter这个project本身它也是开源的 所以同学们可以到Github找到它的项目的一些原代码或者原文件 然后它这里面会有非常详细的一些介绍 比如说如果安装 然后包括它的一些documentation等等等等这一些 一些tutorial 安装的话就是非常简单 只要使用Conda install对吧 Conda 因为它还是属于projectJupyter这一块 所以咱们如果安装的话可以就是建议同学们使用Conda 因为如果使用Conda的话它对于很多dependency 就是需要用到的前置包的一些提示会很好 就比如说如果你要安装这个东西 如果有一些前置包它需要你安装的话 它会告诉你是否需要安装这些对吧 然后或者可以通过PIP这个东西 这个命令也来安装也都可以 这个PIP的话也是Python包管理工具 但是PIP的对于Conda有时候它是 有时候不会提示你要需要安装一些前置包 所以在安装的时候 有的时候可能会需要出现一点小bug 那么它的安装方法有很多 然后这个如果要想去使用它的话 就非常简单直接打印这个DruperLive就好了 然后我这里面已经是打开了一个DruperLive 然后先给同学们简单看一下 大概这个就是一个DruperLive的环境 然后它还是在咱们这个 网页中作为一个 就是它启动的一个环境 然后但它实际上咱们会可以看到 它实际上是在背后去有这么一个 这是我打开DruperLive的这条命令对吧 在DruperLive我打印这个命令 它就会打开DruperLive的环境 然后它就会在背后去运行这么一个东西来支撑 这个DruperLive的一些代码的操作 好 这样的话是一些非常基本的一些信息 对吧 DruperLive的一些介绍 然后如果同学们可以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再看一下它Project Jupiter 和它一些简单的介绍 然后DruperLive 在因为咱们现在Machine Learning和DataScience 都非常的流行 非常的火爆对吧 这个需求量或者是这个话题点也是非常多 所以Druper这个无论是作为数据分析 还是这个机器学习的环境 都是非常的受到大家的支持 如果同学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 包括Stanford 他们的一些官方的课程 这个的一些这个tutorial和一些环境 都是去鼓励同学们使用这个Druper Notebook 无论是因为他们还是这个建议同学们使用Druper Notebook 因为他们这个还是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 因为这个DruperLive还是毕竟才刚刚开发 好那咱们接下来呢 然后就是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些这个Druper Notebook的一些特点吧 一些特点 然后如果同学们去打开的话 是这样一个形式 如果咱们想使用Druper的话 就是打开Druper 直接在这个Terminal里面输入Druper Notebook 对吧 是打开Druper Notebook 如果要是打开Lab的话 就实验DruperLive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要是重新要注意一下你的这个根目录 如果你要在你的根目录去打开的话 Druper Notebook是可以访问到你的这个 比如咱们试一下 可以访问到你的这个根目录 然后也就是说 所以所有在根目录之后的目录 它都是可以访问到 比如说Downloads等等等等 对吧 那么这个是这样 但是如果同学们要是 比如说我CD到Desktop上面 然后我在Desktop上面再打开Druper Notebook的话 那么它的根目录就是只能到Desktop这一块 对吧 它就是在这个环境中你就无法访问到 比如说和Desktop同级别的那些文件夹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是一点值得提醒同学们注意的一个 就是在启动Druper Notebook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启动的路径 这个是这样一点 好 咱们简单来看一下 Druper Notebook 这块我打开了一些 一个Demo的文件 对吧 Demo的一个Notebook 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这个Notebook它的一些格局 对吧 上面的话是文件名是标题 然后直接点击这里就可以去修改文件名的标题 然后刚才同学们应该看到了一个需要让我输入密码的一个东西 这个也是 这几个版本 Druper Notebook它提升了一些安全性的一个引入 因为 Druper Notebook慢慢的增加了一些 这个online collaboration的一些东西 就是好多 就是多人可以在线上进行一个协作 进行一个协作 然后去同时去修改同样的一个Notebook里面的内容 所以它增加了一些这个 authentication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需要一个密码或者需要一个token 然后去access我的这个东西 因为之前的话也有这个 但是只不过它的default的是关闭 就是不需要authentication 然后现在因为下一代的这种 Notebook的一个开发 是大家都在打协作的这个牌对吧 这个点 所以这几代的Notebook它的版本提升是把默认需要authentication的设置变成了需要对吧 就是每次打开基本上都需要你先进行一个这个密码输入 然后token的输入 那么这样呢是这样的一个环境 然后接下来同学看到 可以看到就是为什么这个project jupyter要对这个jupyter notebook进行一个提升 因为它这个环境确实有一些简陋 对吧 有一些简陋 那么这个是咱们的这个主目录对吧 主目录可以看到这些running cluster 然后可以去new一些这个环境这些 new使用这个julia的这个kernel去开一个notebook 还是python还是r对吧 去开一个这个notebook 然后这个界面呢也都是比较的简陋 然后功能呢也比较少 然后在进入咱们这个实际的操作的notebook之后呢 可以看到一些file的嘛 file的话呢里面也只有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操作 然后其中有一个值得给你们提到的一点 就是它可以因为它是在网页中 这也是jupyter notebook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特性 因为它是在网页中来host的这个kernel对吧 当然实际它的代码是在后端这个它的内部的一些 使用这个terminal一些环境 但是它实际呈现是在网页中 那么由于它这个网在网页中后就是展现这个页面的一些特性呢 咱们可以把这个jupyter notebook 这个所谓我们笔记本给它下载成一些很不同格式的一些文件 这里它支持了很多这个文件 比如说html比如说markdown 咱们同学们都知道markdown 它本身也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一个语言 它里面支持一些这个code snippet的一些嵌入对吧 就是代码段的一些嵌入 和一些这个既定好的markdown的语法 然后或者可以这个下载成一些latex的文件 这个latex的一些文件格式 然后去作为一些稍微正式一点的这种文档去分享对吧 然后其中html呢是一个非常这个常规的一个格式去给别人分享 但是html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 你html下载进来之后呢 凡是拿到这个html文件的人都只能去这个观看 而不能去实际运行这个代码对吧 那么这个是这个它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坏处 就如果你不希望别人去改你的代码 只希望别人去看的话呢 就是可以通过这个东西来 这个通过html这个文件分享给别人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它这个render 就是你拖到一把一个html拖到这个浏览器中 它的这个render的速度是很快的 速度很快的 所以通常我们分享的时候呢 是用这个html去分享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它会有一些 对刚才提到了这个markdown对吧 那么这个notebook它主持人notebook它本身是原生就是支持这个markdown这个cell的 比如说咱们可以站到这个这个是一个 这个markdown的cell 你看到这块是markdown 然后它里面有code或者是raw等等等等和heading 那么对于markdown文件呢 它这个notebook是原生支持 所以它的支持的这个格式是非常好的 咱们可以在里面进行markdown的输入 比如说我要输入一些这个点儿对吧 123456这个都是 然后进行一个render的话 它就会把你这个变成了bullet point 对吧 那么如果你要输入一些1.2 它也会把你这些 他就会自动去把它变成一个这个数字对吧 然后其他的呢 比如说咱们可以尝试一些 这个是一级标题 咱们可以看到了对吧 还有一些比如说二级标题进行一个输入 然后三级标题进行一个输入 这个它也会在render的时候 自动去给你输出这些东西 然后并且如果你用了一级标题和二级标题这些label的话呢 在输出的时候 它会自动给你这么一个anchor 然后你就可以去使用这个anchor进行一些 进行一些这个链接的分享啊 或者其他一些操作 或者甚至生成一个content content的一个目录对吧 这都是会有这个其他的一些JS代码 去给咱们这个操作实现的 然后提到这个网页对于JS 也就是JavaScript的一些兼容性的话呢 之后也会给同学们提到 正是因为这个网页这个形式 然后对于这个JavaScript的动态的一些 Widget的一些操作一些支持 Jupper Notebook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卖点 就是它这个所谓interactive的一个编程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它会有实时在网页上去显示一些这个 显示一些字符 对吧 接下来呢 还有Markdown 它对于Markdown原生支持 比如说咱们输入一个链接 对吧 对吧 那么就是它可以点击这儿 就会知道直接进入到一个Google 所以这个东西呢 因为咱们都知道数据分析呢 它很多时候不仅仅我们要有一个代码性的输出 或者是这个数字性的输出 很多时候我们还需要对我们的数据分析进行一个描述 对吧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分析 这样分析 我们的优点 优点在哪里 缺点在哪里 然后很多时候我们要配一些图片 那么这个是一个就是在Documentation的一个 Documentation side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要对我们的整体的一个project进行 这个文字性的描述或者图片上的描述 那么这个时候对于Markdown的原生知识 就非常非常的便于咱们作为 无论是作为Data Scientist 还是Data Analyst 来进行一个文档的一个操作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介绍一些这个Juple Notebook 一些特有的一些小feature 对吧 刚才提到了一个它很大的一个feature 是这个交互式编程 对吧 交互式编程 就是它会有一些这个东西 对吧 叫iPad 这个叫iPython Widgets Widgets如果这个用过安卓的同学们都知道 咱们这个安卓手机桌面上 可以内嵌一些Widgets 对吧 就是它会实时的在那块进行一些动态的变化 它不仅仅是一个桌面的一个icon 对吧 那么比如说咱们尝试 常常用的一个就是天气的Widgets 它会根据每天的天气 自动在桌面的显示 那么这个东西呢 在Juple Notebook里面 它也是类似的一个功能 这里给大家简单的演示这么一个叫做slidebar 对吧 它是一个 integer的一个slidebar 咱们可以看到 我在这里直接这个用鼠标调节这个slidebar 它这个x的值就会一直在变化 对吧 x值一直就会变化 然后同学们如果可以看到 这个点 对吧 这个点 这个点是kernel运行的一个点 也就是说我们每进行一次变化的话 它kernel实际上会 它的kernel背后的kernel实际上会进行一次运行 对吧 那我在调节这个点的时候 可以看到右上面那个点一直在闪 也就是说它一直在调整这个x的值 对吧 这样是这样的一个交互式的一个反馈的一个特点 对吧 那么接下来可以看到 它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操作 比如说这个探号 在使用探号的时候 是你可以实际上直接在notebook里面 和这个terminal进行一个交互 比如说这里使用探号ls ls这个命令在这个commandline里面 是打印出这个当前路径下的文件 对吧 你看到打印一下当前路径文件 上面有这些notebook和一些其他一些东西 然后比如说接下来可以看到pwd是在commandline中呢 它是可以打印出来你当前路径的一个 这个 路径的一个名字对吧 路径的一个细节 比如说在这里hometree dense type等等等等的一些东西 那么正好是因为有了这个terminal的这个支持呢 咱们也可以直接呢 在这个notebook里面进行一些这个工具包的安装 比如说咱们要运行一个什么东西 那么突然呢咱们发现咱们少了一个包 比如说少了一个matplotlib 那么可以直接在这里使用这个探号这个操作 然后使用pip 然后来install咱们所需要的这些工具包 也就是说在这个就是不去单独开一个terminal 直接在这里一站式的进行这个和terminal进行一个交互 当然了如果你要想进行这个其他一些交互呢 还可以在这里new一个terminal窗口 这样呢 你可以看到这是实际上是跟咱们那个窗口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这个是jupiter他对于这个terminal的一个窗口的一个支持 ok 那么回到这 那么这里面呢还有一个jupiter notebook里面还有一个所谓叫magic operator的一个东西 对吧就是这两个百分号 那么在这两个百分号之后呢 你再输入你所要使用的语言 他会有一些对于其他语言的一些支持 所以这一看到我简单给大家这个写了几个 一个这里是一个Ruby语言的一个支持 那他可以使用这个puts hollowword就是打印的一个hollowword对吧 然后这里呢是一个bash语言的支持对吧 echo一个hollowword同样也是打印一个hollowword 那并且呢他这里还可以用python2和python3 如果安装了r的kernel呢 还可以使用这个r的一些这个预法来打印一些东西 比如说这里打印在python2的环境下呢 打印了一个hollowword 然后他这里面就会出现这个hollowword的情况 那么为了给同学们确认一下这个真的是没有骗大家 真的是python3的而不是python2的 咱们可以尝试去把这个括号去掉 那他会提示一个错误对吧 提示一个错误 所以就是这个operator是真的对吧 没有骗大家 所以这里呢是只要使用这个 只要使用这个magic operator的话 咱们可以去进行一些其他语言的一些简单的一些操作 对吧 简单的一些操作 那么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这个他对于这个latex 对无论你怎么读对吧 latex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呢 它是一个 它也是一个类似于markdown的一个文本编辑的一个软 一个一套语法 一套语法 一套环境 但是它的呢 它这个latex这个东西 它对于 排版 对于这个字体的样式 或者对于很多比如说空行 加链接 或者什么东西 它有公式 尤其是对于公式的输入 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复杂 并且非常灵活好用的一个方式 复杂这里是指这个非常的强大 对吧 非常强大 它的语法的这个灵活性就非常非常高 那么同样呢 咱们如果要是需要使用latex对咱们的文档 比如说咱们这个公式 比如说如果是咱们进行数据分析 要进行一些所谓的dimension reduction 对吧 进行一些pca 如果咱们想要去更加form 更加正式的使用公式 去描述一下我们pca的一些过程 我们肯定是需要一些矩阵的 矩阵的这个表示 或者是一些这个数学公式的表示 复杂数学公式的表示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们可以使用latex在这个环境里面的话 就会非常的得心用手 那么nodebook的本身也是对这个latex进行了一个支持 同学可以看到我双击这个cell的话 如果是如果我这个使用这个render这个cell的话 同学可以直接就看到它这个 这个render之后的这个格式 如果双击这个cell进入编辑模式 同学可以看到这个它原生的一些这个代码 对吧 但是如果要是使用这个要输入latex的时候呢 咱们首先要记得把这里调成这个markdown markdown cell 也就是说Jupiter notebook 它的markdown cell是支持这个latex和式输入的 然后这里呢是一些简单的 这个latex的一些公式的一些写法 对吧 比如说你put一个$在两边 然后的话就是一个inline的formula 比如说y等于x方加3 对吧 那么如果是你put一个这个double$的话 它是一个就是这个一个newline的一个公式 对吧 同学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就是另起一行并且居中 然后在这里写了一个这个三分之二 对吧 这个是一个fraction 然后这里同学说那这个是啥东西啊 对吧 这个看着记不像markdown 也不像这个latex 那么这个东西呢是这个html的一个tag 对吧 这是一个break line 是一个换行的一个tag 那么所以就是说啊 对这个可以稍后给大家提一下 这个它本身 Jupiter notebook的一个markdown style里面 不仅仅支持markdown Vtec还支持这个html的一个这个标记 当然了html本身是这个markdown的一个这个 就markdown本身它是就是跟html很相近的一个东西 对吧 就是咱们如果这里使用h3 这里的话就是一个三级标题h3 对吧 它也是这个html的一个tag 所以这里面它也支持html的settag的一个表示一个方法 接下来可以看到这个 这里就是简单提一下 所以这个markdown这个cell 或者是说咱们这个Jupiter notebook的里面的这个markdown cell 它的支持的这个内容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所以这个也是在咱们在进行无论是展示 还是分析啊 是不是都会有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然后同学知道咱们实际上这个Jupiter notebook 它作为一个编辑环境也好 或者一个分析工具也好 它很多时候 主要是用来教学研究和展示 真正用它写这种所谓的production code的话 应该不会是 不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因为它本身是host的在一个 就后面的一个环境 所以它本身运行python代码的时候呢 performance会有一定的下降 对吧不分的会有一定的下降 再有一个的话 它对于这个cell的一些这个展示 就是它并不是非常的足够的效率 那通常如果咱们在这个里面 写好了这个一整套的这个开发的代码 然后通常如果要是真正在production的环境中 可能会把这个代码 直接的去变成一个这个.py的一个文件 然后把所有这个里面咱们用到的一些这个写的代码 分别分文别类的define成无论是class也好 还是function也好 然后最终放到一个.py文件中 直接去通过termintel 运行这个.py文件 所以就是这就提到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个 诸诺nbook主要是用来教学展示研究 然后作为一个这个前提探索的一个工具 那么在这几个环境中其实都是要求需要有一定的这种 就是这种所谓的inline的这种 documentation的功能对吧 就是我边写边展示边学习 我要就是代码和我的这个描述 要就是能够同时的出现这样方便 方便无论是方便展示还是方便学习 还是方便的一个探索的研究和一个过程的记录 对吧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 Document notebook它本身对于markdown HTML或者是Latec这些标记性的语法 支持了这么完善的一个原因 那接下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公式 咱们也就是不多细说 它这里面是本身是Latec的语法 它支持上下脚标和一些根号的一些 一些展示 好咱们时间这个点长 那么接下来快点说对吧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个是一个实时的一个变化 对吧实时的一个变化 它这个也是实际上是使用了 JavaScript的一些这个背后的一些原理 来支持这个事情对吧 支持这个事情 就是咱们在这个上面拖动这个标号 标号实际上会直接可以影响到这个text的 这个文件的里面的一些值对吧 这是通过影响这个slider 然后放到这个text里面去影响这个值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 非常好用的一个东西对吧 非常好用一个东西 然后具体的代码 同学们不必过多的去纠结它这个代码 会有一些它特定的一些语法的一些实施 比如说我们这里要写一个slider observe observe这个update 然后就是实时的去调整这个h 然后通过这个东西去调整这个htmltext的一个文件 对吧 看到这里我在滑这个bar的时候 这几个数字都在变化 然后python3这里也在运行 表示他正在做这些东西 那么接下来呢 有同学看一些这个更加 这个更加是咱们数据科学数据科学领域 或者是这个建模领域 或者是learning领域 这一块的一个interactive的一个操作 然后这个代码可能是确实稍微有点长 然后同学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课后可以这个找一个办法发给大家 然后但是这个代码其实不必太过那个 太过纠结对吧 它是实现了一定的功能 咱们今天主要是给大家展示 它的一个功能性的一个东西 那么这里看到咱们它是一个生成了一个 我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demo它的一个意思 就是说我先在这里生成了一组点 对吧 这个点是根据这个线来生成的 对吧 生成一个散点 那么散点的背后的一个原理是这条线 对吧 它是这条线加上一些noise 然后生成一些散点 那么下面呢是我们fit一个这个curve 然后通过这个散点来fit到一个curve 对吧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和它这个圆图像的一些区别 那么我们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展示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因为有这个interactive的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去实时的调整我们的这个散点 然后看一些区别 比如说我们这里增加这个noise的standard deviation 比如说咱们的noise 现在咱们的noise面是0 比如说我要调noise面要大 那么这整个点就是都上去了 对吧 但是现在standard deviation 也就是它的这个拼差值是0 所以它们其实是完美的 在这条线上 那么比如说我在这儿把它的这个noise面调到0 然后standard deviation 调高一些对吧 调高一些 这样的话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如果实时的我调整了这个东西 对吧 现在数据就已经变化了 而我不需要再去代码里面去改变东西的话 我直接然后再运行下面fit的 fitcurve的这个代码 咱们可以看到它fitcurve就已经变化了 咱们这个虚线是代表 根据新的这个散点 它所fit出来的一个curve 那么这个绿线是ideal curve 对吧 就是它原始的东西 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只需要调整上面这个数据 而不需要实际上去改动代码 就可以去实际上去改变这个数据 比如说咱们接下来再进行一个简单的调整 对吧 再进行一个简单调整 比如说把它那个noise调小一点 然后呢再根据它这个再去fit一下 重新fit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fit点就是在下面了 对吧 因为咱们刚才把这个min它挪下来了 挪到了这个-0.2 所以它费到了一个新的一个点 所以这个东西呢 它也是展示了一下这个 这里面展示了一个就是主要是sidebar 这里一个东西 对吧 然后这里是有一个叫dropdown的这个bar 对吧 dropdown的这个就是一个dropdown list dropdown list 然后这样的话咱们每一次调整 也都可以去通过这个去看一下它调整的一个新的一个值 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fit curve的一个demo 对吧 然后我们接下来去看一下 再看一下这个吧 这个跟刚才的这个类似对吧 跟刚才类似 这是一个logistic regression和一个classification的一个问题 然后上面这个也是三点 就都给大家介绍 咱们看一下下面这个吧 下面这个呢 是一个svm的一个classification的一个操作 对吧 是一个svm classification的一个操作 你看到这里它有一个c 对吧 就是reversation penalty的一个事儿 这个应该是logistic regression 应该是logistic regression OK OK 然后我们看到咱们可以通过调整咱们模型的这个本身的数值 对吧 模型本身的数值 比如说咱们可以通过调整reversation 然后或者调整这个xtest 从而去改变咱们的模型 然后通过改变模型 然后通过改变模型 咱们就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一个不同的face的一个curve 对吧 然后刚才那个散点呢 咱们是通过调整它的这个数据 对吧 调整数据 刚才咱们这个是调整它的这个实际上这个数据的分布的一个情况 然后去看一下 但是咱们也就是说咱们这里面就是只要有这么一个value 然后这个value呢 就是不管在哪里咱们都可以通过去调整这个slide bar 去调整这个value 那准理是调整模型 那比如说咱们调整一下 现在是0.1的这个test 对吧 可以调整到0.3 相应的下面的图嘛 就会有些变化 比如说training score 0.97 然后我们调整更多呢 应该是不是会下降 对应该是不是会下降 96 960对吧 因为你这个训练数据越来越少 test数据越来越多 所以相应的话呢 这个training score可能会下降 然后这个是10% 然后比如说我们的recognization变得更高 它相应的呢 也会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变化 有一些模型的变化 对吧 比如说调到0.9 或者0.5的话呢 相应的这个图片就会 它会有一个实时的计算 对吧 实时的一个变化 咱们只要这个一松开鼠标 它就会就是把咱们这个interaction的一个 对数值的一个改变 传回到这个代码里面 从而进行一个这个新的一个render 对吧 新的一个画图 你可以除了 然后这里呢 是两个slidebar 叫floatslidebar 就是这个叫浮点数的一个slidebar 对吧 就是调整 那上面呢 应该是给大家看到过一个 这个叫intslidebar 它是一个你的调整 都是一个integer 它只会在这个integer之间去停留 对吧 55 62等等等等 然后这个呢 它就是实际上会在0.2 0.3之里进行一个调整 然后这个调整呢 其实咱们都是可以设置的 对吧 这里呢 刚才给大家还展示了一个叫dropdown list 对吧 叫single value dropdown 就是你每次呢 只能选择一个值的一个dropdown 一个下拉菜单 这里呢 还有一个这个叫选项的 对吧 进行l1 norm 也是l2 norm 然后这个就是咱们可以比较一下其中的差别 好像差别并不是很大 是吧 差别并不是很大 差别并不是很大 但是呢 咱们去确实是可以去通过这些调整 所以就是说 这个就完全可以 其实 虽然看起来不是 就是通常来讲 因为咱们需要这个展示上的一些速度的一些反馈 和一些实时性的 咱们不会有特别复杂的一些模型去这个 去这个去展示对吧 但是通过这些这些实时的调整 可以更好的帮助同学们去理解 很多machine learning里面的一些概念 比如说 我去调整我的reversation 越大越小 它会怎么样实时的去通过一个图像去调整 去给你一个直观的感受 去overfit还是underfit 什么之类的 那么提到这个实时调整参数 对于模型和数据的一个东西呢 咱们可以接下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对吧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例子 是一个linear regression和reversation的一个例子 对吧 它这也是先生成一组图像 对吧 生成一个图像 这个动态图像稍后会给同学们简单介绍一下 它生成一个生成一组点 不是生成一组点 生成一组点 对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通过这个 我们要fit一个模型 对吧 去尝试去fit这一组点 去尝试去fit这一组点里面的这个真实数据 对吧 那么这里呢 为了这个啥 我给它增大一点这个noise nose mean的话就不要偏差了 nose magnitude给它偏差3 OK 我们现在有一组散点了 对吧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通过这个散点来fit一个模型 对吧 然后通过这个东西来看一下这一些变化 这个东西比较重大 好我们要通过这个 这组散点来这个改变一下怎么这个模型 对吧 改变一下这个再重新调整一下 把点变得稍微更散一点 对吧 那咱们上面对这个点进行了一个操作之后 接下来也可以重新fit一下这个模型 可以看到这个 好接下来呢咱们可以选三种对吧 就是咱们这里甚至都可以选择模型了 对吧 刚才只是一种模型的几个参数 这里就可以选择模型了 咱们第一种选择linear regression 对吧 可以选择linear regression 就是正常的普通的先行回归 对吧 先行回归 那么可以选择它的polynomial 咱们知道这个linear regression 是ax加b 对吧 或者是ax方加bx加c等等的这种 选择这是一个又是一个dropdown list 对吧 这个single choice的dropdown list 你只能选择一个20%还是7% 然后这里我们选择一个polynomial 对吧 现在我们n是1也就是ax 对吧 然后咱们这里它就可以看到一个test performance 咱们看这个training的performance 对吧 那么fit的这个线 fit的value实际上是一条直线 对吧 我们用一条直线去fit的这个东西 它肯定是一个0.92 虽然它performance感觉还行 对吧 但是实际上它是没有一个很好的fit 因为它是一个曲线 用直线fit肯定它不会有一个很好的东西 对吧 那么接下来如果我们调整去实时的调整 polynomial 用一个三次的曲线 比如说ax三次方加bx方加cx3d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 就咱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特别显著0.99 那么刚才看一下咱们刚才那个是多少 0.92对吧 这里是一个0.92 那么这里是一个0.99 996就是非常很好了 对吧 因为咱们原始的数据 基本上有一点像是一个三次对吧 有一点像是一个三次曲线 数据三次曲线就是拐两个弯 对吧 拐两个弯 那么这里如果用一个三次曲线 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好的fit 如果这里就可以 如果你的老板或者你要向别人去展示 一个underfit和overfit概念的话 就可以很好的通过这个去展示 比如说我在polynomial1的时候 它肯定是underfit 对吧 我是不可能学习到一个很好的话 那么我用三次的时候 它是一个比较perfect的一个fit 因为它本身原始数据就是一个三次 当然我们不知道到底数据是多少了 在于如果你要overfit 我如果用6次去fit的话 它就是更加好0.997 但实际上咱们可以看到 它有一些拐点去尝试fit到这几个 这几个noise上的点 对吧 尝试去fit这个noise点 如果要更高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更严重的overfit 好像这个它也不会太多overfit 因为它这个数据有点简单 对吧 OK 所以其实通过调整这些模型 可能调整一些参数 然后调整你的这些东西 你可以完全很好的去给别人展示 比如说你想给别人展示这个 Rage with CV的这个 对咱们数据模型的一些影响的话 就可以去使用这样的一个操作 去进行一些展示 对吧 那接下来这个是另外的一个动态图 动态图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通过去调整这个W 可以很好的去调整它一个正前波的一个线 比如说咱们调整成负的 那它就是一个先从下波谷开始的一个线 对吧 如果调整成一个正的就是波峰 然后通过调整这个频率 可以看到它这个正前线是实时的跟我们变化 所以这些是一些简单的一些 Jupyter Notebook它支持的一些动态编程 那么动态编程它本身有很多的优点 比如说在展示的时候 你可以根据你实时的一些变化给别人展示你的产品 无论是展示你的产品 还是展示你的代码 还是展示你的分析 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presentation的一个效果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动态编程的话 你可以去通过自己去调节这些 就是真的是NOP 对吧 就是因为咱们说hyperparameter实际上是一个model的一个NOP 就是一个把手 对吧 你可以通过调整这个把手旋转这个旋钮 去调整你模型的一些内在参数 那么咱们就在学习的过程中 也可以实际上真的去调整这些NOP 来让自己更好的理解一些 神灵的一些概念 对吧 所以这个是一些交互式编程的一些 Jupiter notebook的一些特点 那么接下来在这些特点的基础之上 同样的这些都已经是Jupiter notebook Jupiter notebook 完美的支持的一些工具了 对吧 一些这个效果 那么同样的这些东西呢 在Jupiter lab OK 在Jupiter lab里面呢 也是非常支持的很好 对吧 也是都继承过去了 那么在Jupiter lab在此的基础之上 会有一些更加好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实现 对吧 同样的咱们可以就是通过直接点击这个 点击这个上面的一些kernel去打开一个某一个东西 对吧 比如说开一个Python3的console 然后在这里面我可以输入 可以打开一个notebook 对吧 然后这里就可以进行一些操作 比如说hello 对吧 然后同学们可以看到他这个里面呢 对就是更加像一个ID 更加像一个ID 然后他左边呢 左边栏有一些这个名字啊 和你当前的一些目录的一些文件 对吧 那些目录的一些文件 然后可以新建一个文件夹 然后或者是上传 然后刷新 然后这边右侧呢 是咱们实际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窗口 然后同学们可以看到 这本身还是在咱们的这个浏览器中 对吧 我这里用的是firefox 对吧 支持一下firefox 然后咱们这里可以看到他其他组 还有一些type 对吧 跟刚刚之前的有点像 但是这个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 你在调整左边这个窗口的时候呢 右边不需要去进行变化 实际上你还可以进行操作 但是像咱们这个的话 如果你要到这个里面来进行rending cluster 的话实际上你还要回到咱们之前的这个网页的这个台 所以它这里面就相当于在一个网页中 一个网页中就可以进行不同的一些操作 不同的一些操作 这里看到这个open text有几个对吧 然后呢这个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 因为刚才这个先给大家试一下这个 对它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提高呢 刚才给大家提到了 就是可以直接拖动就可以展示一个jpg的一个文件 对吧 比如说直接把这个拖进来 然后并且同学们可以看到 我在拖的时候 它可以我可以选择一些窗口 比如说选择下面 右边对吧 它就在右边新开一个窗口 新开一个窗口放在这 然后可以把它进行一个拖拽 这个是一个它实现的一个新的功能 新的一个feature 比如说放在这就放在上面了 然后放在下面就进行一些排版的一些功能 然后这是两个窗口 如果你要想进行第三个窗口的话 你就可以进行一个第三个窗口 然后进行一些这样的一些操作 对吧 这样一些操作 然后这还保持你每个窗口 都是实际上在开着 对吧 在开着 然后就可以同时进行一些multitasking的一些东西 对吧 然后它每一个操作 每一个蓝的这个位置呢 还有一些这个tab的一些功能 对吧 比如说在这里有一些tab 然后把另外一个tab拖到这 这样的话 就是有一个多重的type 来进行一个操作 那么接下来 这个是对于很多文件类型 比如说jpeg可以直接拖进来进行一个展示 那么接下来 这是一个markdown的一个文件 对吧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markdown的文件 展示了一些语法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board 什么的一些这个东西 对吧 那么对于这个markdown文件 它本身是可以直接去进行编辑这个.md的文件 对吧 咱们可以看到我这里没有把它变成一个notebook 直接还是.md 然后它对markdown有一个更加深层次的 或者更加进一步的支持 就是你可以直接收markdown preview 然后如果咱们这里就是这个test.md的文件的一个preview 就是它被render了之后 根据这个语法被render之后的一个现象 一个成品对吧 那么然后咱们可以进一步的利用这个splitView的一个方法 进行一个编辑 比如说咱们在这里实时的进行一个 比如说我在这里加一个bolletpoint item3.1 然后咱们可以看到它这里面实时的就会有一个变化 咱们可以看到我这里面有一个点 就是说我并没有保存这个 没有保存这个修改 对吧 没有保存这个修改 但它可以进行一个实时的render 比如说我在这里再进行一个item3.2 它就会进行实时的一个render 把它变成一个markdown 然后这样的话 咱们也就会对它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方法 比如说这里有说一个google 加一个 它这里就会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吧 出现了一个链接 咱们可以点击这个链接 就到了google 可不可以 不可以 那加一些影片 所以就是说它对于markdown 有一个更加强大的一个支持 就是实时的去进行一个splitview的一个支持 对吧 就可以去实时的在你这个里面进行一个观看 对吧 进行一个观看 然后刚才给大家提到了一个打开csv文件的一个 这个速度的一个问题 对吧 就是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因为我这里没有装LibreOffice 没有装这个office文件 所以我这里面呢 稍后通过LibreOffice给大家讲试一下 但是如果去看一下 这里我也准备了一个csv文件 它这个文件 我看看 这个文件不是特别大 对吧 不是特别大 但是也还ok 我们看到是这个文件 它是2.5兆 对吧 2.5兆的一个文件 那如果咱们再用这个LibreOffice打开它的话呢 打开它 是ok 是需要这么几秒钟的 对吧 需要这么几秒钟的 它会有一个Render的一个过程 对吧 Render的一个过程 那么如果咱们同样的去尝试一下 用这个来进行拖转呢 它会相当是秒开 对吧 所以这个也就是说 之前他们官方对于这个官方在发表这个launch的时候 launch Jupiter Lab的时候呢 有一个展示 就是他们对于一个几个G或者上百兆的一个csv的这个文件 对吧 就是打开的速度要比office 比Excel 比这个其他的一些软件都快很多 他们也是在内部进行对这个数据类的文件 因为咱们通常来讲 使用Juper Lab都会一些数据科学家数据分析师这种 然后咱们对于数据的一些拖拽一些preview有一个很高的这个要求 就通常来讲我想直接打开这个csv看一下文件的一些看家数据的一些格式或者数据一些内容 那他们对于这个东西做了一定的优化 也就是说直接拖转cv 直接拖转cv文件它是可以秒开的对吧 你看到这个滑动什么之类都是一个非常顺滑的一个事 就是可以看到这个它是直接去生成了这个东西 但是作为一个对比的话 比如说我通过通过这个去打开这个csv 它应该是它会有一个loading的一个time对吧 然后并且我去拖转的话 拖转也还可以 所以就是说在进行这种操作的时候 它也是有了一个优化 然后对于其他刚才介绍的一些操作的话 实际上Juper notebook还是Juper Lab 还是有着一样的这种表现 就是它还是都是非常快非常好的支持 这之前的一些操作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小bug 比如说这个东西它没有把widget打印出来对吧 没有把这个widget打印出来 然后怎么就没法调 所以会有一些这种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小的一些小bug 但是随着它版本的一些迭代和一些修复 相信这些bug马上会没有 然后会像这个 因为project Jupyter 它整个team把Juper Lab 作为下一代的notebook的一个种子选手 对吧 所以一定会很好的去提升一些这个东西 对吧 提升一下使用一些体验 所以因为目前也是project Jupyter 希望Juper Lab能够让Juper notebook的成果更上一步 所以如果感兴趣同学可以去自己安装一下 Juper Lab自己尝试一下 然后刚才给大家提到了一个安装的过程 实际上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就是在你的环境里面 使用conda install Jupyter Lab就可以安装了 对吧 就可以安装了 然后或者是如果你想要更加完善 或者更加完美的一些安装 可以去看到他github page里面 他会有install-c 使用conda force进行安装 然后只要你安装了conda这个环境的话 你只要就简单的一个命令 就可以安装了Juper Lab 然后就可以去尝试去使用了 行 咱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咱们今天Juper Lab的介绍 主要就在这里 咱们回顾一下 咱们简单回顾一下咱们的内容 就是介绍了一下安装康大 然后接下来project Jupyter 然后Jupyter 它是一个数据分析的很好的工具 它有很好的virtualization 很好的对于其他一些语言的一些支持 然后它最大的卖点是一个叫做所谓interactive 这个coding的一个卖点 然后在咱们Jupyter 大方异彩的时候 JupyterLab project Jupyter这个团队 希望更进一步开发了JupyterLab这个软件 然后JupyterLab这个软件 也是备受瞩目 然后非常的很有希望对吧 然后同学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 它将会是下一代的数据科学的主要胜利军 行 然后如果同学们对这个代码感兴趣的话 稍后我会联系主持人 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把这个代码分享给大家 然后其实同学们在网上可以去轻易的搜索到很多这种example的一些例子 然后可以去尝试的去自己去运行一下看一下体验一下JupyterLab 行 那咱们今天的主要内容就到这里 我这边就是分享的 就到这儿 然后谢谢大家参加主持人 谢谢书老师今天分享 那我看咱们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再留一分钟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对我看有一个可能是在问那个code 那个到时候我会来联系大家 好那我这边是没有看到有新的问题 那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数据应用学院的这个公开课 然后也谢谢书老师今天分享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就到这里 好谢谢大家 好那大家生亡愉快 谢谢大家